嘿,大家好,我是Peter 現在來到這個購物附近 玩些事情 上邊買杯咖啡提神王 當是喝下午茶 另外就買了一個Cosso 因為它又剛剛新生出來 其實我喜歡吃這個CheeseCosso 但因為起司太肥了 所以就買了一個Cosso 都可以的,兩樣都可以的 但現在改良了 沒有那麼多油膩 以前的Cosso 很多牛油 很多層 一個Cosso 約兩三千個卡路里 但現在呢 因為成本問題 減了 但都好像卡路里一樣 吃一個等於差不多 你一天的份量都夠了 即是卡路里 今天呢已經是初夏來的 但是呢 看看我還穿一件薄的扭仔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下雨 而且有風 很冷很冷 免得雙風 因為呢 雙風 才好回來 問你服務 我前面呢 這裡呢 外面呢 就是一個community center 和巴士總站 小型的巴士總站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等巴士 可以去地鐵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喝咖啡 喝咖啡的目的就是為了提神 尤其是沒有糖的咖啡 真的很難喝 好像喝涼茶那樣的 唯一的咖啡我喜歡喝的就是 Traday 和那個Irish cream 咖啡 咖啡真的為了提神 不過有些醫學報告說 如果你會喝一杯咖啡仔呢 你的身體是有糖的 所以巴士那裡呢 就要去那個地鐵總站了 因為現在你不是繁忙時間 所以整架車暫時 只有我和另外一個女士 總共兩個人 巴士是很長型的 這樣呢 就在下面給你看看 是不是很長很長很長呢 是不是沒有人了 如果你是不繁忙時間呢 坐巴士的個人 可以看一下風景 有沒有什麼人 當然了 你去到其他比較大站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新的乘客 但這個時間呢 多極有限的 但下班上班放班就幫人了 啊 現在剛剛放學了 開始有些學生仔來了 現在坐等10年呢 就會回到巴士的巴士 到時候拍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現在呢 都是非繁忙時間 所以呢 這個實惠都不太多了 這一條呢 是一個非常之舊的Line 起碼十幾年了 Line 2 但是很繁忙一下 最近呢 終於看到他們呢 要重新再改張了 大約在2026年呢 就會裝修好了 那一點都比現在好很多 但是因為他70年前的格局 已經是起好了 很難再大改變的了 那不會說會餵到不得了 但是起碼會不會現在呢 那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哇 總舟會不會可以的 因為這個總達比的時候 差不多是70年了 加拿大人比較 實物貴一點 一定會很高 所以大家不要想著 哇 那麼麻煩 但是沒有70年前的 數字裡 都是世界先造之一的了 現在呢 就在多羅多 Spectina Subway Station 坐在那裡的Street Car 應該是叫電車 因為在電動鋪 電軌那裡走的 就去Corn Street那裡辦事了 是不是看到今天下雨 天氣有點暗 好冷啊 所以要穿那件衣服 這些呢 就是多倫多大學 其中一小部分的校舍 對呀 教室 可倫多大學很大的 在右手角上面的就是CN Tower 下雨後很美 整個地方都乾淨了 那些樹木都特別清脆一點 我都快要下站了 已經快要到Corn Street了 那就去辦事程 到了Corn Street了 好舊 好舊啊 都是一條很忙的Street來的 都是一條很忙的Street來的 好了 既然來到這裡了 那就順便和Corn Street 演的Vidio一起 一起 下雨很美 很舒服 很清涼 很忙的 Corn Street 是比較舊區來的 但是很忙很瑜伽的 如果你走過多倫多的市中心 尤其是舊區 通常你見到很多這些 你可以叫它藝術畫作 但是很多人叫它圖鴉 但有時候都挺過癮的 現在不是繁忙時間 大家都見到非常多 那些車和劇單車的人 這棟樓呢 建了新的 都是十年不到 都是好的 因為把舊區改一改 如果不是浪費了 這麼旺的地方 除非你說 那座 建築的很特別的建築 設計 現在已經做不回了 或者是有些什麼大事情 發生過 或者有什麼委員 有影響力 對世界有貢獻 對國家有敬虛的人 住過 是兩方 如果不是真的 應該拆了來重新起床 好開心 事情辦不完 今天一切順利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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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Color Street拍下照 Color Street很長的 這裡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這裡呢 又有那些 長壁的藝術 這隻龍 值得不錯 其實不應該說是人家圖鴉 不過我想應該得到那個業主批准 如果不是 肯定是被人家拆 蓋了它 重新有 金龍 黃色的黃龍 五爪黃龍 五爪金龍 紫色的 這就是這次西方的龍 這裡呢 就是文華中心 以前香港銀行的 舊地址 兩隻獅子 現在沒有了 搬了 已經 一匯豐銀行 已經被黃家銀行收購了 所以呢 就沒有了香港匯豐銀行 在這裡了 加拿大 既然去了那個學校 那裡辦事程 這麼近 唐陽街 那下來這裡 想著去買回我喜歡吃那個 零食齋燒鵝 是吧 怎知道去到老闆 跟我說 對不起 全部買完了 我說 但是什麼時候來 是說 但是兩個幾星期後 那下次呢 也好 吃少一點 當是對身體健康一點 因為買了之後 我一定要一次過吃完 我不可以說 有些人這樣 你可以留回日日吃 哎 既然沒事了 那這裡呢 就走 走一走 唐陽街 順便拍些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那 因為呢 有很多新進來的 YouTube朋友呢 他從來沒有看過我的影片 那給他們看一下 在加拿大呢 很多大小城市呢 春夏秋呢 他都會種很多很多時花的 好美好美的 看見都開心 走在旁邊都開心 看到啊 好美好美的 我住在城市 Misusaka 有一條長長的路呢 這幾天 照這些 這些鬱金香開到 開到呢 已經 嘩厲害 什麼顏色都有啊 嘩 長這裡 起碼一百到兩百倍 本來想去拍的 但是在馬路中間 哎 免得了 太危險 但我見到很多 大陸來的人 在那裡拍的 都幾危險一下的 好了 我只要跟那些 我後面那些花影 看到的 希望我拍到啦 不過很少很少 哎 花開富貴 拍多點都不要緊要啦 你們都不會介意 看多點 發財大吉 前面就是Yang Street 在我旁邊就是Ethan Center 啦 前面就是最忙的 Yang Street的一部分路啦 好了 這裡是Ethan Center 和對面就是Dunder Square 啦 好了 那麼 拍到這裡為止 希望你喜歡 這些簡便的視頻 就是在加拿大 生活的紀人物資 下次見 記得按讚和訂閱 多謝